台南杀警案才发生没多久 今天下午台南又惊传男子持刀床警察局 知名男子下午三点多进到了窄港派出所 说要吹冷气 接着开始质问袁警 为何取缔朋友酒驾 越讲越激动 竟然拿出了日常的两把菜刀 打算要攻击袁警 袁警先是对风名枪 连看他不肯就范 接着朝四肢开出了十三枪 男子的脚跟腹部分别重弹六枪 警方趁机将他压制待遇 手持菜刀步步逼近 袁警持枪贺令 但男子脚步不肯停 依旧大步朝袁警走过去 眼看对方不愿就范 袁警先是对空名枪 接着朝四肢开枪 这时男子中弹终于放下刀子 趁机压制逮捕后先送医 事发现场地上布满蛋壳 见识人员来回搜证 事发就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多 当时这名男子进入警局 说要乘凉吹冷气 袁警健壮让他待在椅子休息 结果这时男子直问袁警 为何取缔朋友酒驾 甚至情绪越来越激动 接着拿出预藏的两把菜刀 攻击袁警 袁警先架住他的双手 随后跑到外面 男子持刀追出 袁警对空名枪 眼见不听劝朝四肢开出十三枪 男子脚步重弹五枪 腹部一枪 警方趁机压制歹人 前往警局前 男子在姐夫家和朋友喝酒 没想到喝完酒 持刀闯警局 姐夫完全不知情 台南杀警案事发不到一周 又有人持刀闯警局攻击袁警 这回警方大胆用枪压制嫌犯 不让悲剧再度上演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台南杀警案事发到现在 已经第五天了 导致命案发生的相关程序 漏洞百出 万一间典禹长杜聪点 更因此遭到了罚关 而殉职的远警家属 听到消息则是转为低调 不愿意多做回应 倒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下午在脸书上 发出了百字文章 先表态将各捐五百万人 给殉职远警的家属 随后针对案件种种漏洞 痛拼徐国勇还有蔡清祥 难辞其咎 一定要有人下台负责 你要上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案发后第五天 殉职远警 曹瑞杰叔叔快步走出灵堂 另一头图名 陈姐姐情绪也贫富许多 而针对外衣兼典禹长杜聪点 遭到罢关疑事 家属转为低调 不愿多谈 倒是郭台铭在26号下午 打破沉默发文指责 案件种种漏洞 一开头就写下自己的父亲 也是刑警 这种痛真的很难放下 气氛表示不图不快 先是表述分别捐赠五百万元 给双方家属 希望能抛砖引玉 尽一份心力 而接下来也将案件 分为三大要点 先是强调远警用枪时机 要放宽 第一线的警察 被迫用肉身挡坏人 已经是基层远警的悲哀 而台南市警察局长方仰宁 26号前往殡仪馆 未问家属时 也表示未来将全面支持 警察出勤用枪 随后郭台铭针对外议间的疏失则表示 虽然为犯罪者的终记战 但不代表管理就可以松散 而死刑该执行就要执行 正义才能得以伸张 接下来更点名内政部长徐国勇 以及法务部长蔡清祥上任四年多 难辞其咎 尤其是任由事件一再重演 家属的痛到底谁能体会 高官真的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 痛批这样的悲剧何时能够停止 而因作为能作为十位素餐的官员 你们还有颜面待在位置上吗 最后更强调 一定要有人下台负责 而法务部长蔡清祥也火速南下面火 直奔殡仪馆会问家属 两名冤警后事处理 也将在9月5号 由警局全权协助办理 让同仁能够好好告别 大家也盼改善制度 因为谁也不愿看到同样的悲剧 再度重演 记者黄富奇谈报道 又件恶劣的求职诈骗 有嫌犯在脸书上 PO出了高薪争才广报 被害人信以为真 前往面试却立刻遭到了囚禁 身上的证件跟现金通通被抢走 拿去拜人头账户 于是他们的行径非常的高调 嚣张 光天化日之下 就敢把被害人盖住头 运送到新北市戏纸囚禁 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整个恶行才破了光 而警方也及时地救出 五名被害人 警方破门抓诈骗集团成员 虽然有人乖乖配合 但另外一头发现有漏网之鱼 诈骗集团成员在窗篇 偷偷丢弃图品 结果被警方带个正着 女嫌犯的手被警方牢牢抓住 她的老公发现后 连忙求情自动交出了毒品 但就怕她再搞鬼 警方将人先靠在了铁窗上 这样是不是最松了 靠下面那个好不好 没有 就这样啊 诈骗集团太嚣张 会比警方盯上 全是因为他们光天化日之下 将被害人蒙眼运送过来囚禁 还曾经因为行车纠纷 跟附近邻居杠上 秀出了电极棒恐吓 开门一点好不好 都开门一点 很不寻常的就是说 一部车下来 结果有个女生就被盖头巾了 新北市系举这个诈骗集团 以黄欣女子为首 他们在脸书贴为 以日薪至少三千元征裁 有五名受害人上当面试 却被囚禁抢钱抢证件 甚至被代办的银行账号 给诈骗集团当人头账货 戏以应征高薪职缺的方式 诱骗求职者来交付账户 并将犯贤一汪打尽 救出受困者 警方将主名成员一炸击 毒品妨害自由等罪送办 虽然跟柬埔寨的人学集团 没关联 但同样是利用高薪真才当幌子 诱骗民众上钩 也提醒民众网络求职可得睁大眼 记者成长林秉舟 新北市报道